先跟大家来谈 在川普底下做事真的很累 他就跟斗鸡一样 到处踩别人一脚 让下面的人疲于奔命 一直在帮他擦屁股 今天好在多亏了美国财政部长美努钦 持续的跟中国沟通 让中美贸易战渴望平息 因而带动了亚洲股市全面走洋 而现在正在交易的指数也出现了开高走高 我们看到了在台股电子盘 期货的电子盘 为晚上就已经出现了新拉高 现在涨幅达到了0.46% 而在入股的电子盘 也就是在新加坡交易所挂牌的A5时期货指数 今天也是开平震荡走高 目前为止上涨了35点 好这一场贸易战是不是真的有转环的余地呢 虽然全球股市前几天摔得七零八落 但仔细来看看 现在最新的状况似乎真的有一些转环的空间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场贸易战 当然大家吓到的就是这一场的磕税规模 因为美国对中国克正了500亿美元的关税 那当然中国随即反击克正了30亿美元的关税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虽然那一天造成了全球股汇市的大震荡 但是也有人解读 如果中国现在只有回击30亿美元的金额 对照美国500亿美元的规模 是不是表示中国现在还有谈判的空间 而不是一次就祭出非常大规模的关税 再加上中美两国现在也在进行变化热线 上个礼拜的专题跟您谈到 川普签署了这个磕税官文之后 其实后续还有60天的资商期 在这个资商期当中 大家可以坐下来谈 你对我的智慧财产权有什么能让步 而美国在关税的部分有哪些可以来做豁免 所以在两方热线的情况之下 似乎也都表达出来 现在不愿意战事再升级 那是不是代表真的有一些转环的可能性 既然两只怪兽愿意坐下来好好谈了 那其他国家尤其是我们台湾 警报是不是解除了呢 因为这一次在各国也积极的要跟美国来谈 豁免关税的这个部分 现在已经有最新的进展 第一个先来看一下南韩 南韩是在亚洲市场当中最先拔得头筹 他们已经永久的减免关税 好 这是在南韩的部分 那除了南韩之外呢 现在在欧盟 在澳洲 还有巴西 加拿大跟墨西哥 他们是暂时豁免可以不用来缴关税 不过台湾的部分则是继续留效查看 当然我们也在争取希望能够豁免关税 不要来绞入这场贸易大战 川普每次都玩这招 目的到底是什么 贸易战真的能够达到美国制造 美国第一的理念吗 我们看到了现在 川普的记忆大底牌 中国到底要怎么做 川普才能够不科他们关税呢 似乎现在有一些口风 第一个 他们要求中国要降低 汽车的进口关税 第二 松绑美国企业参与金融的限制 也就是说现在呢 这些美国企业来大陆参与金融业的时候 那川普希望他们能够松绑部分在大陆的限制 让美国的金融业能够进一步的来参与大陆的金融业 第三 多买一些晶片 怎么说呢 因为现在似乎传出来 美国希望大陆他们把部分下单给日本还有韩国的半导体采购订单 能够转移到美国来讲 也就是说美国川普希望中国原本要买日本的金片 要买韩国的金片 现在转而向美国来进行采购 所以现在传出来这三大底牌 就是川普希望中国能够来谈的部分 那如果能够谈成这三样 他就觉得能够对中国来豁免关税 所以从目前为止 大家在鸭子滑水的情况来看 南韩真的已经抢得第一位了 因为南韩的贸易部最新宣布 美国同意给予南韩的钢铁业 永久豁免关税的待遇 南韩贸易部最新宣布 美国同意给予南韩钢铁 永久豁免关税的待遇 该已对南韩销往美国的钢材 设下每年最多268万吨出口限额 成为第一个取得美方永久关税豁免的盟邦 南韩是美国第三大钢铁进口国 抢头将取得永久性关税豁免 交换条件就是南韩同意调整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 在汽车贸易规范中让步 美国车厂每年能出口到南韩的汽车配额 从原先两万五千台增加至五万台 消息一出激励南韩金属类股 26号纷纷自上周颓势反弹 南韩COSPI指数开高走低 收盘上涨0.84% 市场解读中美贸易战四有转环余地 日经指数收复早场跌幅收高0.7% 雅谷跌幅普遍收敛 大陆市场涨跌互建 虽然美国与中国传出悄悄展开协商 讨论扩大开放中国市场 中国商务部最新却宣布 将对原产于美国 欧盟 日韩与泰国等国 输往中国的本分 进行反倾销离案调查 其中美国更被排在被调查对象的首位 发起反倾销调查的理由 是中国石化业者控诉美国等国 将石化产品以低于市场的价格 输往中国贩售 中国贸易保护主义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对本分产品反倾销调查 将从26号启动 涵盖2016年10月1号 至2017年9月30号的产品 再度增添贸易战 紧张情绪 记者谢荣幸李芷英综合报导